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關懷全球開拓視野 各位觀眾大家好 歡迎收看大愛全球視野 讓大家帶您認識全世界 我是張輔昌 俄羅斯出兵克里米亞 已經產生明顯的經濟影響 歐美股市和金融市場 最近的數字都是起伏不定 要如何才能夠穩定下來 是投資人最關心的問題 而委內瑞拉的世衛抗議活動 還在持續延燒 馬杜洛總統仍然態度強硬 雙方一點交集都沒有 如果不坐下來談判 恐怕情況會越來越糟 待會我們有詳細的分析 而一名的埋害問題 已經嚴重影響馬來西亞和新加坡 要如何解決這些問題 讓一名政府感到相當頭痛 最後我們要為您介紹 烏干達特殊的道路安全措施 烏干達政府 打算要在路旁擺置事故車輛 讓駕駛人心聲警惕 小心駕駛 以減少交通事故的發生 有效嗎 我們一起來看看 首先我們來談談 俄羅斯出兵克里米亞 所引發的經濟效應 有句話說 政經本一家 政治和經濟 兩者具有共生共存的 呼來關係 因此 發生俄羅斯入侵克里米亞 這麼嚴重的政治事故 當然會對當事國和國際經濟 產生影響 而且常常是負面的影響 就以俄羅斯為例 俄羅斯3月3號的股票市場 暴跌了11個百分點 一天之內 股票的市值 增發了600億美元 這筆損失 比數期動機奧運會的總支出 510億還要高 除此之外 盧布也貶值了2% 匯價創下近4年來最低的紀錄 投資人之所以沒有信心 主要是因為 在過去兩三天中 俄羅斯增加進駐 克里米亞的兵力 而且繼續在 與烏克蘭東部接壤的地區 舉行軍事演習 這些舉動都被解讀為 促使群勢惡化的可能因素 因此才造成不樂觀的市場行情 不過3月4號 卻出現兩個有力的發展 使得市場投資人信心大增 首先普廷在軍事演習結束之後 立刻把參加演習的15萬大軍 撤回駐地 解除了俄羅斯軍隊 直接跨過邊境 入侵烏克蘭東部的可能性 其次普廷也公開表示 不會採取進一步併吞 克里米亞的行動 只會維持目前的控制狀態 這讓克里米亞情勢 稍微緩和下來 投資人看到這些利多因素之後 俄羅斯和歐美股票市場 都全面反彈 開出紅盤 但是這些上漲行情 很可能因為情勢的轉變 馬上又暴跌下來 所以股票投資人 也不用高興的太早 只要烏克蘭政局不穩定下來 或者俄羅斯繼續控制克里米亞 那麼股票和金融市場 就會持續受到影響 而起起落落 什麼能夠使用的反彈 這當然是極致的事 只是極致的事 除了歐美股 莫斯科股市也開出紅盤 大漲超過6% 盧布也跟著升職 市場上演的慶祝行情 彷彿在為結束演習拍手叫好 因為俄羅斯走鋒普廷表示 現階段無意兼併克里米亞 面對外界質疑俄軍進犯 普廷極力撇清 他們有很多形象 那樣像是 你去買購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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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俄羅斯軍 還是沒有? 那是俄羅斯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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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我們的敵人 然而克里米亞兩派士兵對立仍舊很尖銳 外傳清俄民兵勾結俄軍 鎖定各基地逐一驅逐其中的烏克蘭士兵 一批沒有武裝的烏克蘭兵隊 靠近塞凡堡附近的貝爾貝克空軍基地 要求重返工作崗位 卻被少數清俄士兵對抗鳴槍制止 因為出兵克里米亞俄羅斯付出慘重的代價 因為出兵克里米亞俄羅斯付出慘重的代價 被稱作史上最貴冬奧 耗資總花費510億美元 然而在俄屋最緊張的3月3號 俄股卻暴跌11% 形同短短一天內 蒸發掉600億美元 比半奧運還要昂貴 我沒有叫我 但我認為的原因是很意義 這是政治局 這是不穩定的經濟局 低的維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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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俄羅斯盧布也在這天喪失2%價值 會價創下4年來新低 港行緊急升行6碼 基準利率上探7% 還動用120億美元外匯救市 卻抵擋不了投資人 拋售盧布 金融市場上的劇烈反應 正是俄羅斯將難以承受開戰的後果 不過這是否一位歐美掌握的籌碼 足以掐住莫斯科的經濟命脈呢 如果有所謂的公司 如果有所謂的公司 我們有所謂的公司 要改善美國在世界經濟體系的地位 全球金融互相依賴 俄羅斯若與歐美爆發經濟大戰 除了兩敗俱傷 恐怕還會拖累其他無辜國家 在烏克蘭政局風雲變色的同時 南美洲的委內瑞拉 國內局勢也是相當緊繃 去年才上任的馬杜洛總統 一定覺得總統的位置很不好做 雖然他是一樣畫葫蘆 完全遵照查偉式的社會主義路線 來經營國家 但是結果卻大不相同 過去一個多月的示威抗議 至少造成18人死亡 而且抗議活動還在繼續延燒 馬杜洛總統好像沒有辦法控制群勢 問題到底出在哪裡呢 基本上有三個點值得觀察 第一馬杜洛總統的領導魅力 比不上前總統查偉式 因此發生了領導困難的窘境 第二馬杜洛的黨內基礎還不夠雄厚 因此難以掌控黨內的長領派 使得政策制定愛守愛教 第三馬杜洛總統缺乏彈性作為 對於異議分子都是以鎮壓和逮捕的方式來處理 激化了反對派的反抗行動 這些領導風格上的缺陷 是註定馬杜洛無法輕鬆執政的主要原因 現在社會群眾還在首都卡拉卡市集結 抗議政府貪腐自然不良 物價飆漲物資短缺 這些嚴重的社會和民生問題 都讓委內瑞拉人民很不諒解馬杜洛總統 縱使馬杜洛一直把這些嚴重的社會抗議 歸因於美國的干涉 但是明年人應該知道 這都是馬杜洛總統的托詞而已 馬杜洛再不調整他的領導風格 好好和反對派對話 共同找出解決問題的辦法 那麼他的總統大位可能會受到影響 車隊鎖定這群暴力分子 一群人往鏡頭後面逃跑 差點將記者撞倒 警方追上去 衝進鐵門 而裡面根本是死胡同 抗議者無法反抗也無處可逃 諷刺的是 這群姿勢的委內瑞拉青年 一開始就是因為治安問題才走上街頭 委內瑞拉的人民被稱作是手拿著麵包出身 石油豐沛資源豐富 但現在民眾什麼也買不到 因而動亂四起 民眾聚集在首都卡拉卡斯的 美洲國家組織辦公室外 抗議委內瑞拉大使 在聯合國人權理事會上 避重就輕 一連串暴力讓聯合國人權理事會 招來委內瑞拉外長哈瓦做說明 哈瓦強調人民可以抗議 但一定不能使用武器 並且公布十八個罹難者當中 只有三個人是與警察發生衝突而死 對此說法 美國參議院外交委員會主席梅南德茲 提出要美國政府將與罹難者相關的官員 進行制裁 舉發簽證 凍結財產 美國做法有其來由 到底誰下令動物 動物是否有節制 委內瑞拉政府似乎沒有頭緒 這也顯示了總統馬杜洛 狂打查維斯的牌 似乎越來越壓不住政治大佬們 這是一隻小狗 他給他三拖子 他給他三拖子 他在這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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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美 我覺得他很美 他在這裡 他在我們祈禱 他在這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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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馬杜洛被美國的研究員 戲稱是 魔幻寫實小說中的人物 3月5號就是查維斯 逝世周年忌日了 馬杜洛宣布 即日起全國放假 來緬懷查維斯 被反對黨 視為一種對故人的消費 馬杜洛的確是查維斯的繼承人 只不過查維斯是將石油國有化 再把錢撒出去 但是大企業國有後 導致外資不敢進入 加上用石油灌壞民眾 擠壓了農業與民生工業發展的意願 馬杜洛繼承的則是這些難題 委內瑞拉的抗議是階級問題 不過是否能停止武裝鎮壓 釋放異議分子 開放新聞自由 並與反對派對話 關鍵依舊是馬杜洛 委內瑞拉不能再等 如果物資繼續缺乏 到最後連支持馬杜洛的窮人 也會群起反抗 委內瑞拉的政治局勢 已經快到了分崩離析的地步 這個時候 美國又火上加油 要對委內瑞拉採取制裁措施 這讓馬杜洛的處境更加困難 美國想要藉機剷除 查維斯勢力的動機相當明顯 後續的發展如何值得繼續觀察 好 接下來我們來談談 印尼的埋害問題 印尼傳統的火根方式 讓埋害問題一直無法解決 鄰近的國家 馬來西亞和新加坡都深受其害 在這期間 這兩個國家也曾經向印尼政府 提出嚴重的抗議 但是都得不到具體的回應 現在印尼政府釋出善意 準備要批准超國界逢埋害公約 希望能夠在國際制度下 積極解決埋害問題 摩托車行駛在一片雾茫茫當中 這裡是印尼蘇門達蠟島的廖內省 繼2013年爆發東南亞最嚴重的埋害危機以來 2014年再度因為靈火危機尚未解除 已經發布進入緊急狀態 埋害應變小組緊急做人造語 印尼公衛當局也在車水馬龍街頭 努力發口罩 希望減輕埋害的影響 印尼廖內省估計已經有超過三萬人 因為暴露在空氣污染而造成身體不適的症狀 包括呼吸道感染以及肺炎、氣喘 還有眼睛和皮膚過敏的病人 看診比例激增 從空拍鏡看到遠方森尼 冒出 濃濃濃的煙 天干霧灶 火蛇四處流竄 地面乾掉的灌木蟲都著火了 根據印尼官方統計 印尼還有高達330處大大小小的火場 料內省警方已經逮捕30名嫌犯 印尼身為全球最大的棕櫚油生產國 為了種植可以榨油的棕櫚樹 已經砍伐掉30萬公頃的林地 相當於11個台北市面積的雨林憑空消失 除了威脅到原本在印尼雨林欺身的 蘇門達拉虎和虹毛猩猩的生存 同時也助長了脈害的影響 空心放下 燈 Bleυτón 陸醫生 西阿加尼 對 印尼非法焚烧森林 居民在春天进行火耕的习惯有来已久 印尼1997年和1998年 两次散播到东南亚邻国的买害 曾经造成整体区域经济90亿美元的损失 印尼苏门达拉岛的灵火 对于马来西亚 新加坡和泰国而言 犹如不定时的炸弹 成为东南亚居民每年固定的梦魇 最后我们来谈谈乌干达很特别的道路安全措施 非洲国家乌干达最近因为反同性电法 而受到国际社会的谴责 世界银行和许多欧美国家 都准备要对乌干达采取制裁措施 但是乌干达总统还是坚持要施行这项法律 后续发展如何 我们会继续为您追踪与分析 不过除了反同性电议题之外 乌干达特殊的道路安全措施 也成为国际媒体的焦点 根据统计 乌干达是非洲国家之中 发生交通意外最多的国家之一 光是2010年就有将近3000人死于交通事故 而为了减少交通意外死亡 乌干达政府成立了国家道路安全机构 专门负责严理提高行车安全的措施 而其中之一就是要把事故车辆放置在路边 以达到警惕的效果 成效如何还有待观察 可怕的车祸一旦发生之后 人民伤亡再多金钱也挽回不了 意外发生之后再来后悔 还不如事前加强预防 为了要降低交通意外 乌干达新设立的国家道路安全机构 首要之物就是提醒大家小心驾驶 要用全新的方法来提升行车安全 把毁掉的车辆放在路边就是其中一项 很多意外伤患都会送到乌干达 全国最大的莫拉格医院 医院每年将近60%的手术经费 都是用在交通事故的伤患身上 也是受害者之一的班牧卡玛 非常支持政府最新采取的阶级措施 这种事故废车摆在道路旁边 根据全球道路安全报告 全世界交通意外最多的 在非洲撒哈拉沙漠以南 大多数的受害者都很年轻 在15到29岁 而在乌干达是发生频率最高的国家之一 光是2010年就有将近3000人 因为交通事故丧命 如果有一个人在学院的学院 学生病毒 他在路上死了 我们是一个国家的多数多 世界卫生组织估计 联合国190多个会员国 只有28个国家 有针对超速 安全带 儿童坐椅 酒醉驾驶定出严格规范 这个比例的确是太少了 在乌干达造成车祸 最主要的两个原因 一个是超速 另一个就是驾驶漫不经心 除了用这种展示事故车辆提醒驾驶 乌干达交通警察 也会使用测速雷达 监控超速车辆 减少意外发生 全球视野 每天给你不同观点 全新感受 掌握世界脉动 谢谢各位的收看 我们明天见 我们明天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